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班人马齐聚还是原来的配方原来的味道不同的是这部影片有中国演员的加盟参演 他就是吴京要知道目前的吴京已经凭借着战狼2的火爆播出以及超高的票房 在国内外家喻户晓炙手可热 之前网上还透露过吴京拒绝了赶死对四而选择了速度与激情酒的事情 官宣中吴京和范迪赛尔合体的更是让大家激动不已 吴京能被这么重量级的IP看中并邀请也代表了中国电影界影响力的日益提升 范迪赛尔表示对于中国演员他只相信吴京 因为他看过吴京的战狼 这也是对吴京很高的评价了 期待吴京代表中国在速度与激情酒中的表现 除了吴京的亲情加入外女主米歇尔罗德里格兹 自称在速度与激情吧中成为孩子的保姆 戏份大姐她是否会缺席速度与激情酒目前成了一个悬念 因出演神奇女侠而人气爆棚的盖尔加多 非常有可能在接下来的速度与激情酒中作为The Sey复活也成了该片的重要看点 速度与激情吧中查理兹赛龙饰演的大反派成功脱逃 这一位接下来的系列故事走向埋下了伏笔上面讲了那么多精彩看点 有没有诈到你日前环球公司已经正式宣布速度与激情酒 将在2019年4月19日上映 接下来我们就巧手以盼这个陪伴了我们十几年岁月的大片到来吧 荧幕上的汽车常给人一种速度与激情其非力量与热血共舞的印象 看得多了难免会畅想一番飞速及时的快感 就像看速度与激情的时候就忍不住会幻想自己坐在驾驶位上 手握方向盘 脚踩油门 换挡 加速 过弯 飘移看街边美女为自己欢呼 看后视镜里 对手被甩转仿佛到达了人生巅峰震撼夺目 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这种驾驭汽车在赛道上飞驰的景象 也终究只是幻想罢了 因为在现实生活里 我们多半不是激情四射的专业载车手 而只是个遵守交通法规的车主 或期待安全顺利到达目的地的乘客作为乘客 最关心的当然不是过弯招不漂亮车速 是否风驰电车够拉风相反 最重视的是舒适与安全荧幕上 感受赛车激情热血翻滚之余 荧幕下还是享受高品质和高安全性的乘车服务吧 下面小编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出行利器行道出行APP 想到出行致力于打造随叫随到方便快捷的移动高端约车服务平台 他们秉承想到做到的领域 专业周到的司机保驾护航 车内配备品质饮用水及全程稳定WIFI 为出行中的每一位乘客 提供始终如一地专业高品质服务 让品质出行触手可及 把旅程交给想到出行 你不仅会收获安全、舒适、便捷还会收获优质的服务和品质